Omicron在社區大規模傳播 7月6號台灣首次出現 兩例BA.5病例 而且是家庭群聚 由於BA.4跟BA.5 傳染力比BA.2還來得更強 還有免疫脫逃能力 專家指出 一個BA.5的患者 可以傳給12個人 感染科醫師黃高冰警告 疫情早該下來 但是每天人數 仍然在3萬多 不排除社區早就有 變異株BA.4、BA.5在傳播 境外移入的BA.5 已經有幾百例 本土的BA.5的案例 其實我們都一直不能 不敢排除 醫師省政男表示 BA.4、BA.5已經進到社區 7月底前不會拉高新增曲線 每天新增跌破萬例 在8月初最有可能 但如果沒有就是沒有了 專家黃立民預估 台灣至少有一個月蜜月期 7月大流行BA.5機會比較小 到8月中之後機會比較大 到時待日5萬例 也不是不可能 那目前大概是2、3萬個人 到時候有超過5萬個人 也不是不可能 專家李秉穎在節目上表示 防疫一路走來 層次中有兩項防疫政策 他不認同 第一是社交距離 因為沒有學術根據 第二是火車上不能吃東西 因為不盡人情 現在傳播力更強的 BA.5進入社區 專家認為 戴口罩勤洗手 少去人多的地方 仍然要維持 建議指揮中心 現在不可以取消口罩措施 也應該盡速採購次世代疫苗 自然感染的這些人的抗體保護力 開始下降的情況下 9月份會讓BA.4、BA.5 在臺灣帶動另外一波的感染 專家認為到9月份 BA.4、BA.5會掀起一波流行 建議民眾一定要打次世代疫苗 才能降低整體社區疫情規模 記者黎青 王一仲 台北報導